今天我們很歡迎鄭泉道、鄭白超泉道回來 和我們再一次分享主意的訊息 如果上一次鄭白超泉道在說話的時候你不在 我特別再介紹一下 鄭泉道出生在澳門在香港長大 在美國大學畢業之後 他在灣區定居 他做電腦軟件工程師很多年 在2008年開始在基督工人神學院的諮詢部門 侍奉一直到今日 而且他是部分時間 公讀神學 去年獲得聖經研究碩士 現在在Fremont的橋樑教會粵語部 我擔任義務傳道 我們今天很歡迎鄭泉道再次和我們分享 還有再一次歡迎鄭泰和鄭泰 各位弟兄姐妹們早安 最近感冒 最近有點感冒 還未清得完 還沒有傳到清好 所以當時可能會轉聲都不定 所以我在正道當中可能聲音會有一些變動 可能神知道今天是給老人家 所以轉到老人家的聲 神知道今天是長者主日 所以他讓我今天有長者的聲音 所以你特別留意當我轉聲的時候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我會有聲音轉變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時都會想一下 究竟我們一生追求什麼呢 不曉得大家有時候會想一想 我們的醫生到底在追求一些什麼呢 如果你在香港來 可能會聽那首歌 如果你是從香港來的話 你有可能有聽過一首歌 在電視劇大亨裏面的主題曲 這是電視劇大亨的主題曲 我喜歡聽歌的 我是很喜歡聽歌的 我覺得你這首歌都很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是很有意思的 不過我就不懂唱 可是我不會唱 那我就讀一些歌詞給你們聽 那我就唸一些裡面的歌詞給你們聽 我也在找 歌詞是說 他也在找 我也在找 找到名利多少 找到名利有多少 他拼命追 我拼命追 追到又如何 他拼命追 我拼命追 追到又如何 追到什麼 找到什麼 收到有多少 追到什麼 找到什麼 收到又有多少 得了什麼 失了什麼 可有認真的去算過 得了什麼 失了什麼 可有認真的算過 我們有沒有好像歌詞這樣 去算一算我們一生 所追求的 有些什麼 東西 我們得了什麼 失去了什麼 我們又得到了什麼 然後又失去了什麼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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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亞伯拉罕的孫子 阿哥的名字很特別 阿哥 他的名字很特別 他的意思就是抓住 他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 他出生的時候 他哥哥以掃是媽生的 因為他跟他哥哥以掃是雙生兒 但是他抓住他哥哥的腳 他出生的時候就抓住他哥哥的腳 希望他做大 因為他希望他想要做大的那個做哥哥 然後有個機會的時候 他就用一碗紅豆湯 拿了哥哥的長子的名份 他用這個紅豆湯來跟哥哥換了長子的名份 遲下又騙取了他哥哥的祝福 那稍遲以後他又騙取了他哥哥的祝福 於是哥哥要追殺他 於是哥哥要追殺他 他走到他口府那裡 於是他就逃跑了 跑到他的舅舅家裡 去到口府那裡見到表妹很漂亮 他就喜歡這個表妹拉傑 那他到了舅舅家裡以後 就認識了表妹拉姐 他看表妹很漂亮 又喜歡這個表妹 他還願意 為了跟他結婚做了14年的苦工 那他為了要與這個表妹可以結婚 他為他的舅舅做苦工作了14年 下角一生花了很多的時間去追求名 追求你 那雅各呢 他是一生花了很多的時間去追求名 還有追求利 又追求愛情 他還追求愛情 最後呢 那最後呢 他又得到愛情了 他又得到了愛情 又發了財了 他又得到很多錢財 在口府那裡打工的時候 然後呢 有很多的羊群 那他當在為舅舅打工的時候呢 他也得到了很多的羊權 最後呢 他要離開這個舅舅 要回鄉下了 那最後呢 當他要離開他的舅舅 要回鄉下的時候呢 我回鄉下的途中裡面呢 又見到他哥哥爾素 那在他回鄉的途中 他又遇見他的哥哥爾素 那跟他哥哥的恩怨呢 又可以化解了 那幸好當時他跟他哥哥的恩怨呢 是得到了化解了 這個時候亞哥的人生已經過了幾十年 那在那個時候呢 亞哥他的人生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了 好像一樣樣都有了 好事呢 是每樣東西都已經擁有了 還有些什麼他可以去找的呢 那還有什麼是他要去抓住的呢 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去思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呢 就一起來思想一下這個問題 在我們今天的經文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樣很特別的東西 那在今天的經文裡面 我們將會有看到兩樣很特別的東西 我就用這兩樣的東西來代表亞哥那個時候 想抓住的東西 那我們就用這兩樣東西來看一看 代表亞哥在這個時候呢 他所追求的那個結果 那首先呢 就讀一段經文先 請大家打開聖經創世紀 35章 請翻譯的幫我們讀 創世紀35章 我們先看第一節到第七節 神對亞哥說 起來 上伯特利去 住在那裡 要在那裡住一座壇給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喬的時候 向你顯現的那位 亞哥就對他家中的人 並一切與他同在的人說 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 也要字節 更換衣裳 我們要起來 上伯特利去 在那裡 我要住一座壇給神 就是在我遭難的日子 應允我的禱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他們就把外邦人的神將 和他們耳朵上的環子交給亞哥 亞哥都藏在世界那裡的橡樹底下 他們便起行前往 神使那周圍誠意的人都勝金句 就不追趕亞哥眾子了 於是亞哥和一切與他同在的人 到了迦南地的路斯 就是伯特利 他在那裡住了一座壇 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 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 因為他逃避他哥哥的時候 神在那裡向他顯現 謝謝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段經文裡面 這件事就是一個壇 那我們在這幾段經文裡面 也看到一樣東西就是一個壇 在第一節裡面 神吩咐雅各 去一個地方叫做伯特利 那在第一節 神有吩咐雅各要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伯特利 他那裡捉一座壇 叫他到那裡去了 要住一座壇 伯特利對雅各來說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伯特利對雅各來說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為他逃避哥哥的追殺的時候 神在伯特利那裡向他顯現 那是因為他當年逃避他哥哥的追殺的時候 他在伯特利那邊 神在那裡向他顯現了 如果你看回第28章 那如果我們待會去看 創世紀的28章 雅各在伯特利那裡 是曾經許過一個願 雅各在那裡 伯特利那邊曾經許了一個願 他跟神說 如果神與我同在 在我的路上面有平安 有吃 有村有吃的時候 那他在那時候說 如果神與我同在 在我所走的路上看過我 賜我食物吃 給我衣服穿 那他就做一個石頭 用一塊石頭 作為神的墊 那他那時候就用一個石柱 一塊石頭做了一個石柱 還有將他 神給他的一切 十分之一獻回給神 那他也說 如果他將所得的所有東西 都會獻十分之一給神 現在神吩咐他回去伯特利 那現在就是神吩咐他 要回去伯特利 提醒雅各就說 你曾經去過一個願 那神也提醒雅各說 你當時有曾經許過一個願 可能要還願 神要他捉一座壇 那神要他捉一座壇 壇是用來獻祭的 壇是用來獻祭的 在第二節裏面 雅各聽到神吩咐之後 他就有一個行動 那在第二節裏面 有說到雅各聽見神的吩咐以後 立刻就有行動了 他就叫全家的人 和其他的人 去除去他們的神像 那他就叫他的家人 還有其他人 所有的人都除去他們 在拜的那些神像 這些神像都是外邦人的神像 因為那些神像是外邦人的神像 所以雅各就要獻這個贖罪祭 為了他拜偶像來悔改刑罪 所以雅各要在這個壇上面獻這個贖罪祭 是因為他們拜那些偶像 為這件事情來認罪悔改 在第三十一章聖經有記載 就是當雅各離開他舅父的時候 那在創世紀的三十一章那邊也有記載 就是說當雅各要離開他舅舅拉班的時候 他太太拉傑偷了他爸爸的神像 那他的太太拉傑當時是偷了他爸爸的一個神像 當時雅各雖然知道家裡有人拜神像 當時雅各雖然他知道家裡有人在拜偶像 但是沒有去阻止他們 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去阻止 可能他心愛這個太太拉傑 可能是他非常的愛這個太太拉傑 所以就偏袒他太太 所以他可能有偏袒太太的心 就沒有去理會拜假神那樣東西 所以他就沒有去理會他在拜這個神像 但是現在神要吩咐他去祝一座壇 但是現在神要吩咐他他要去住一座壇 他要認真去處理這件事 他要去認真地去處理這件事情 他叫他們去結淨自己 神叫他們要去洁淨自己 在解經裡面洁淨自己可能是一種洗禮的儀式 那有一些洁淨家就說 潔淨自己的意思好像就是洗禮 代表我們願意去接受神的信仰 也就是代表我們願意去接受神的信仰 就是雅各所信的真神 也就是雅各所信的真神 另外雅各又叫他們去更換衣服 另外雅各又叫他們去更換衣服 在古代當他們去拜偶像的時候 他們會穿不同的衣服 那在古代當他們去拜那些偶像的時候 他們會穿一些不一樣的衣服 所以更換衣服就是代表一種新心靈的潔淨 那叫他們去更換衣服 也就是叫他們有這個身心靈的一個捷徑 當雅各吩咐完之後 他的家人照著他的吩咐去做 那當雅各吩咐完了以後 他的家人也都很願意去接受他的這個吩咐 還有要將他們以上的耳環交給雅各 那他們照著做 就包括把他們耳朵上的環子都摘下來交給雅各 當時耳環也是一種敬拜神的時候所用的一種裝飾 那當時他們所戴的那些耳環 也就是他們在敬拜他們的神那時候的一些裝飾品 就不跟我們現在女人戴耳環拿來扮靚 那跟我們現在我們女生所戴的這些耳環 都是要裝扮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雅各就將這些物品就藏在這個樹底下 那所以雅各收集這些物品 而歡迎就把它們都埋在樹底下 代表他們決心的去跟隨神 也就代表他們說很決心 有決心要去跟隨神 那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第五節就有講到一個結果 那當他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在經文的第五節有這樣子講到一個結果 神是在到周圍的城市都非常的懼怕他們 那又不再去追趕雅各的兒子 也就是說當時神是周圍的那些人都非常的懼怕 所以他們就不再去追趕雅各 為什麼周圍的神會追趕雅各的兒子呢 為什麼當時那些會要去追趕雅各呢 在第34章就記載了一件事 那麼在第34章那邊有記載一件事情 就是雅各的女兒是被當地的人侮辱了 那就是雅各的女兒 她是在那邊的時候呢 被當地的一些人給侮辱了 那麼雅各有兩個兒子呢 就去報仇 那因為雅各有兩個兒子 他們想要為妹妹去報仇 那麼當地的那些男丁呢 就殺死了 他們就把那邊當地的那些男生 船都給殺了 所以呢 當地的人呢 對他們呢 是很受恨 所以當地那些人對他們 都有很大的仇恨 但是神都保護他們 但是神有保護他們 那麼 那麼除了雅各去捉一座壇之外呢 除了雅各要去住一座壇以外呢 第7節講到呢 就雅各叫一個地方叫做 伊勒伯特利 那第7節那邊呢 有提到呢 一個很遠的地方 叫做伊勒伯特利 意思就是伯特利的神 那他的意思就是伯特利的神 代表雅各在伯特利裡面呢 深深去經歷到神 也就是代表雅各當時在伯特利那邊呢 深深地有經歷了神 他很重視和神的關係 也代表他非常重視與神的關係 雅各在這個世界裡面 打滾了幾十年 那雅各呢 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打滾了好幾十年 在這個時候 神要他捉一座壇 那在這個時候 神要叫他住一座壇 要他放棄這個敬拜偶像 叫他要放棄他們當時所敬拜的偶像 專心去跟隨神 要專心地跟隨神 我們在世界裡面 都可能打滾了幾十年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也有可能已經打滾了好幾十年 有沒有東西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偶像呢 有沒有什麼事情似乎成為我們的偶像呢 是不是錢財成為我們的偶像呢 名利地位會不會成為我們的偶像呢 會不會是一些名譽地位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偶像 甚至到我們的兒孫會不會成為我們的偶像 甚至是我們的兒女們還有子孫女們 是不是他們也成為了我們的偶像呢 有沒有東西我們還未放得低 所外了我們跟神的關係呢 有沒有一些東西讓我們一直拿著不願意放下 阻礙了我們跟神的親近關係呢 我們生命裡面有沒有為神去住一座壇呢 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沒有為神去住一座壇呢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在屋裡面真的住一座壇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們真的在家裡面住一座壇 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願不願意去放棄一些我們正在緊緊抓住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認罪 然後我們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一起來悔改來認罪呢 跟神建立一個和好的關係呢 讓我們可以跟神建立一個和好的關係 盼望我們生命裡面都能夠好像雅各那樣有一座壇 盼望我們的生命裡面都像雅各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建一座壇 可以向神去獻祭 可以向神獻祭 第一樣東西雅各得到的是一座壇 那第一件事情又講到了雅各呢是建了一座壇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呢 那第二樣是什麼東西呢 然後我們讀第二段的經文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段的經文 是創世紀的三十五章從第九節到第五十五節 雅各從巴旦雅蘭回來 神又向他顯現賜福於他 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雅各 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這樣他就改名以色列 神又對他說 我是傳能的神 你要生養眾多 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名從你而生 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我所賜給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地 我要賜給你 於你的後裏 神就從那與雅各說話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裡立了一根石柱 在柱子上墊酒 焦油 雅各就在那個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所以第二樣東西我們讀到的就是一條的石柱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二樣事情就是一根石柱 在這段經文裡面呢 有很多重複的事 那在這一段經文裡面呢 有一些重複的事情 以前講過的東西呢 現在又再講 就是以前有曾經講過的話呢 現在又再說了 以前做過的東西呢 現在又再做 那現在以前做過的事 現在又再做了 我小時候呢 覺得那些老人家呢 很長氣很沉氣的 我小時候我覺得 一些長者老人家們 他們都非常的唠叨 那現在到現在自己年紀大了 那現在到我自己年紀大了 有人說我長氣沉氣了 現在開始有人說 我很長期很唠叨了 我現在才明白個原因是為什麼 我現在才明白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講這些要重要嘛 所以就講多幾次了 因為我們所說的事情很重要 所以要多說幾遍嘛 在第九節裏面呢 神再次的向雅各顯然 那我們看到經文的第九節裏面 有說到神呢 是再次的向他顯現了 神再次的向一個人去顯然 當然是有些很重要的事 跟這個人講 那如果神要再次的向這個人顯現的話 那就證明這 神呢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這個人說 在創世記22章有記載到呢 神是第二次的去向這個阿伯拉罕顯現的 那在創世記前面一點的22章那邊也有提到呢 他是有第二次的 有向這個亞伯拉罕呢有呼叫 神和阿伯拉罕呢立約 那神和阿伯拉罕呢也有立了約 裡面呢講到說呢 地上呢萬國會因為阿伯拉罕的兒孫呢得福 那經文上面有提到呢 地上所有的萬國呢都會因為亞伯拉罕 還有他的後裔呢都會有得到福 神今次再次向雅各顯然 那所以這一次呢神再次的向雅各顯現 有些什麼這麼重要的事情要跟阿伯說呢 那到底有一些什麼那麼重要的事情要跟雅各說呢 第一呢就是要雅各改個名字 第一件事就是要叫雅各改名字 由雅各呢就改做以色列 以後呢從雅各這個名字改做以色列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要緊緊的抓住神 啊 雅各的意思就是要緊緊的抓住神 代表呢跟神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代表是跟神呢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其實呢這一次呢不是第一次神叫雅各改名的了 其實這一次不是第一次神叫雅各改名字 你早看前小小第3 2章呢 雅各和哥哥會面的時候呢 其实在第32章那边 当雅各跟他的哥哥会面的时候 跟神率交的时候 神已经叫他改名了 那时候他也与神一起摔跤了 那个时候神也叫他改名字了 改名就是有一个新的名 改一个名字就是有一个新的名 代表生命里面一个更新 也代表了生命里面有一个更新 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身造的人 就是以过 都变成新的了 当我们认识耶稣悔改认罪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就好像有一个新的名字一样 神第二样东西跟雅各说的 就是神和阿伯拉罕所立的药 那第二件事情神跟雅各说的 就是神与亚伯拉罕之间立的约 说到有君王从他的后代出来 也提到就是说有君王将要从他的后裔里面出来 也都说到有这个地 也有说到关于这个地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以前曾经神与亚伯拉罕已经说过的了 那以上这些所提到呢 神以前有跟亚伯拉罕有说过了 在这里呢 神向雅各再一次重复回这个内容 那在这里呢 神又再次向雅各重复里面的内容 说明呢 神是对以色列人是那种祝福 那说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祝福 最后雅各就在这个地方立了一条石柱 那最后雅各在这个地方 他又立了一根石柱 这条石柱不是第一次立的了 那这石柱呢 它并不是说第一次在建筑的了 如果你看回28章呢 如果回去看第28章的话呢 雅各以前呢 20年前呢 在这个地方也都立了一个石柱 其实在20年前 雅各在这个地方 他也曾经立过一根石柱 石柱对雅各来说 是去纪念一些东西 那石柱对雅各来说呢 是他要去纪念一些事情 纪念一个新的名字 他要去纪念一个新的名字 纪念神的那个祝福 他要纪念神给他的祝福 相信这些都是雅各 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 那相信这些都是雅各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事情 盼望我们都好像雅各那样 盼望我们也像雅各这样子 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就是 我们生命得到更新 那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中国人都很希望有福 那我们中国人都很希望有福 其实神和阿伯拉罕立约都是一种福气 那其实神跟亚伯拉罕有立约 也就是一个福气 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 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 就是代表其他在这个世上 其他的族裔都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就代表了其他的族裔 在这个世上也得到了神的救恩 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在属灵上面 我们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在属灵上面 我们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跟以色列人是一种得到救恩的福分 跟以色列人一样有得到救恩的福分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这些也就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在今天的讲道里面 主要有两样的东西 所以在今天的讲道里面 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 代表我们基督教里面 生命里面一定要得着的东西 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 一定要得到的东西 第一就是一个祭坛 第一个就是一个祭坛 祭坛就是代表我们能够去 承认我们的罪 祭坛代表我们去承认我们里面的罪 来到神的面前去求赦免 来到神的面前来求这个赦免 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单单是为了平安喜乐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不只是说为了平安喜乐 也都要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也要去解决我们赦免里面的罪的问题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 当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罪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可以同神和好 也可以和神和好 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在永恒里面可以和神在一起 在这个永恒里面我们可以与神一起 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一座坛 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一座坛 第二样东西就是一根石柱 第二样的就是一根石柱 石柱就代表我们生命的更新 那石柱也就代表我们生命的更新 好像雅各改一个名字那样 好像是雅各改名字了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 有起有跌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 将会有起有跌 但是我们会慢慢越来越似耶稣 但是我们会慢慢地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来越美 越来就会越完美 石柱也都代表我们属灵的福气 那石柱也代表了我们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 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 记不记得有多少样属灵的果子 属灵果子有几个 九个 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不断地更新 盼望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可以不断地更新 满有喜乐 满有喜乐 愿神继续赐福大家 愿神继续地赐福于大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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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